世界网球大满贯赛之一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主办方 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近日宣布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球员将被允许以中立身份参加今年的温网赛事 四大满贯赛之一的温网去年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球员参赛 作为回应 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和女子网球协会 双双做出取消2022年温网排名分的决定 随后还对英国网协以及全英俱乐部追加了罚款 如今全英俱乐部发布声明表示 他们目前的意愿是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 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球员以中立运动员身份参加今年的比赛 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将于7月3号在伦敦开赛